玉里镇客家文化馆开关以来展出内容包罗万象 而今天首度展出以客家传统生活文化为主题的客家老生活展 展出了少见的客家师、客家歌仔戏等生活文化样貌相当精彩 部分族群大家耳熟能详的客家本色曲目为客家老生活展开场 一旁来自台中的京风团客家歌仔戏团 透过了语言的转换让民众认识客家歌仔戏 那个语言上因为那个语气会不一样 语气最主要是语气 原来除了闽南也有客家人版本的歌仔戏 另外也鲜少人知道客家师的文化 现年92岁的叶火望老先生带着自己亲手自助的客家师 方头方嘴也撑开口试的客家师 方形木造的湿头操控起来超高难度 叶火望老先生担忧后继无人 鼓励大家多传承学习客家师传统民俗记忆文化 独自卧 独自卧 你吃饭吃面食 那个是人的粮食 文化是我们精神上的粮食 玉璃镇客家文化馆从开馆以来展出内容包罗万象 这一次以客家传统生活文化为主题的客家老生活展 与会的各长官贵宾都相当惊艳 也希望借此传承发扬客家族群的生活文化 有机会把它做成一个客家式 一个客家式 让我们的一些文化传承 还有现在的一些情况 能够做一个不让正式的保留下来 大家可以在一边 伴得有声有声 把地方做得很盘荣 家家屋都非常进步 对下一代的交易非常重视 这是我圈下的一个努力的精神 应急的精神 文化传承必须要套手 每一位在客家文化 在继续努力的所有一些好朋友 今天任劳开幕的客家老生活展 展出客家老生活 宗慈唐号特色客家诗 习武风气及客家歌仔系四大主题 呈现了客家族群传统生活 民俗文化样态相当精彩 也欢迎乡亲民众入馆参观 认识并了解客家族群的传统生活文化 记者是玉兰玉理采访报道